機車好端端騎在外側 天外飛來一部轎車 就像打保齡球一般接連騷刀兩部機車 騎士彈飛重摔在地 駕駛趕緊下車關心 他就掃到了 對 兩個都飛起來 這一狀可不勤 轎車車門明顯凹陷 騎士倒在後輪動也不動 地上滿是鮮血 救難人員上警圈固定送醫治療 痠腳都骨折然後全身都擦傷 舌頭下巴手都有縫 事故就發生在虎尾高鐵站 連外道路大美段 24號早上9點 25歲的正姓騎士下班騎車返家 遇上車禍 而罪魁禍首就是這部賓士車 目前騎士還在醫院禁養 後續賠償責任還要再談 另外名車發生的意外 也出現在台中新社 消防車10萬火急趕到火燒車現場 價值400多萬的馬沙拉蒂轎車 全被烈焰給吞噬 消防員布水先灌救 不到10分鐘就順利撲滅 但車也被燒到剩下骨架 車頭冒黑煙 車主立即將車輛停於路偏 車子就開始自燃了 除了車輛被燒毀 駕駛財務損失高達30多萬元 幸好人及時逃開 只是好端端的車 怎麼會輕毀燃燒 目前還要調查釐清 記者廖文編李夢章 張智凱 雲林台中報導